詞曲 李宗盛 《宇宏》 米萌數位一直都是我們中衛中心 在協助產業做數位轉型的 有力的合作夥伴 那其實像我們都知道 在去年2021年 那脸书它甚至改名成就是Meta的部分 然后要进军元宇宙这样子的一个 在数位界有很重大的一个爆炸性的话题 大家都在讲元宇宙 那想说在云盟从早期Air的零头品牌 然后发展到现在 我们的时机也都会这样有生有生 那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然后觉得怎么可以切入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嗯 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话题 因为元宇宙其实各行各也都非常关注 尤其是企业的领导人 那他们对于就是如果没有跟上元宇宙的这个趋势 他们感觉自己就落伍了 然后对于这样的资讯是非常地焦虑的 但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个产业 元宇宙它其实有几个面向 就是说它其实软硬体它必须是成熟的情况之下 这个世界这个元宇宙世界大概就才会真正成立 但是元宇宙也不是就是一步就到位 那还有就是说不论像是元宇宙的一些元素 比方说像区块链啊 然后AI智能或者是像Network 5G 还有最近红的NFT 对NFT等等我自己也有玩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一个海 就是说其实会红的都是很有名的 都是炒作起来 但实际上我自己在去开账号买这个IP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天哪谁会买我的 我觉得大概就是 但是它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在探索这个 比如说它可以透过哪些这种环境 然后会产生一些新的这个创新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NFT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 包含像区块链 然后它都可以改变一些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的 一种金融交易的一种方式或投资的方式 所以我们应该想说在元宇宙的趋势下 企业真的要直面它 然后去想想这个东西到底可以带来企业上 什么样的策略跟基转 然后再来就是用这些好的技术 然后去帮助我们的一些服务的流程的改善 或者是优化提供给客户更好的服务满意度 这个就是会带来就是更好的基转 对于企业来讲我们看到远远多的方式 其实像刚才有讲到说 趋势其实来临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像这两年就是疫情的发展 甚至促进我们就是人生第一次在家上班 然后变得大家马上就要跟着大家去做云端协作 那在企业的教育训练或者是在数学转型的这一块 那云盟在去年也在织造业方面做了蛮多的一个案例 甚至是跟台电这样子的领头仰指标的一个工业的客户合作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整个在数学教育或者是在云端协作 导入企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企业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那或者说企业怎么去减合这样子的一个导入的成效 其实台电未来三年有三千多位的这个师傅都要退休了 对于这个迭代更新跟传承 他们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把它衔接起来 对这个人才断层 那当然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载具 比方说透过VR的设备 透过MR的眼镜 或是透过手持装置 来应用在不同的这个教学的场景里面 那让他们整个从南到北 又可以引发出对于就是在教训练的这个环境里面 如何就是提升他们的培训时间 降低他们的培训的就是成本 然后再次这样来就是降低他们的公安 就是从以前师傅这种手把手的教 然后扩散 让就是台电很快的去学习这些那个传承的技术 对对对 因为其实台电他们真的第一线的人员 就是各个各个处的班长 他们其实在现场第一件发生事情的时候 一个人做几例的压力是非常大 所以他们也有在讲说如果这时候如果有远端的专家 虽然你没有办法到现场 但是你可以协助我去做一个判断的时候 我们至少可以大多确试 他有个即时的后远 就是不限时间不限地点的后远 那他们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 然后协助跟你们共同去导入这样子的一个数位专心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做了就是跨载区的部分 就专家端他其实是坐在电脑前面 然后你现场的人可能是戴着头盔 有可能是拿着手持装置 那专家端他可以一个人去服务很多的 不同现场的人员 去做这个工厂群检 或者是做障碍排除等等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也可以解决他们很多就是一定要出差 一定要到那个位置 然后才能够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子一个数位导入 帮助他们节省很多的成本 那其实像这种大型的国家企业 或者是其中会有服务很多的传统制造的企业 其实他们要改革新他们的思维是不容易的 那你们在配合的过程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障碍 那互相是怎么样的去协调客服 可能下面的人他还是工厂端的 比方说班长或是工人 他们其实对于这种数位化的东西 他们还没有跟上这个速度 所以你一下给他很厉害的这个工具呢 基本上他拿到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所以后来就是比方说有些领导企业的人 他就会觉得说 我导入这么厉害的技术 可是他们都不用 我是不是这个技术不好 或者等等 不好用 对不好用或者等等 其实真的就差在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教育你内部的人员 就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数位转型的这种概念 那像刚才讲到的是比较大型企业的例子 他可能有很多的资源 但其实台湾有九成以上都是中小企业 那在整个商业服务业来说的话 也是中小企业 但是在去年的疫情影响之下 变成所有企业都面对到数位转型 这个很击破的需求 像一般的民生消费服务业 数位支付 行动支付已经是很必备的 然后包括你要接到云端点餐 对 对然后或者是说其他各种数位的服务 那像羽蒙其实也有在协助中小企业 可以做这些数位转型的辅导的工作 那是不是也可以给一些想要做数位转型的这种企业 让他们如何跨出第一步 然后给他们一些转型上的建议跟因应的准备 尤其是你要导入一个这种叫互动式的这种工序的时候 第一个我觉得他们都会比较抗拒 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个你也是要做一个在地的辅导 那当然因为我们那时候遇到疫情 我们也是用很大的力气去让他们可以到线上来参加我们的所有的一些说明会 或者是就是操作的这个教育训练等等 因为我们去年推的是一个Web AR的部分 它是不需要下载就可以体验AR互动 它是比较专注在一些行销社群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平台 Winpeace平台 所以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后台的界面 就是它直接从后台里面去选择 它今天要比较说是五倍券的主题的那个滤镜 它就把它拉下来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自己的logo 店家的logo 然后它就可以去提 然后之后生成一个QR Code或者是一个连结 它就可以把连结放在比较说它的LINE的这个群里面 就提供给它 群里面的这些消费者 去进行一些行销体验跟扩散 因为可以得到一些优惠券 然后再来如果是QR Code 它会放在它的实体的店家或是它的网站 然后它就可以让它去扫了之后呢 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体验跟扩散 那还有得到折扣 所以现在每个人 甚至阿公阿嬷都会扫掉 对啊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Web Air它的趋势 其实在这个小微企业里面来讲 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其实我们后来整个导入了207家的这个店家 这样的行销工具提升他们的这个营收 大概就是在散趴 其实它不用去害怕说 它所谓转型它要投入很多成分 或是违过的成分 其实这个都是降低它进入的门槛 是的 那它从它适应这样子的工具之后 开始去了解对它的商业模式 有什么样子的改变跟注意 它才会愿意接收更多的服务这样子 其实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就是大家除了真实世界的生活以外 现在虚拟的时候 元宇宙商业生活比这种也越来越重了 包括行销资源导入 然后各种生活的便利 都会越来越从虚拟的这个世界来获得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 如何在数位转型的这个浪槽底下 去做企业的创新 没错 其实你看一发现就是说 我们在线上的时间被迫越来越长 对对对对 因为真的是 所以为什么远宇宙它会发酵 就是说我以前我在社群里面 我可能是一个头像 或是一个名称 我就会跟我的FB的人 或是我的社群的朋友们去做交互 以后我们的网页可能就不是真的就是平面的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就是变成是3D的这个馆长 就好像有点像是网页式的VR3D 有在观看 但是如果我们也将很多数位分身进来的时候 更多的社交去讨论这个产品 现在还要记得说是以什么身份分进去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会混淆这些角色 对对对 因为分身越来越多重 对而且我们在进步到那个网页 你发现他竟然有NPC 他其实就是这个官网的这个机器人 但是他用NPC的角色来这个代替 会觉得哇塞真的 我们现在的世界就非常有趣 就是你在光看网页的时候 你发现如果你用原影就来看网页 是不是更好玩 对就是这种思维就会慢慢慢慢的被接受 那刚才跟我们这边就是杨总监这边聊了很多从大企业 然后怎么样去导入数位协作的一个做法 然后还有包含到小企业 怎么样从很基本的很低的门槛进入到数位转型这个领域里面 那所以其实会发现到说整个数位转型是我们整个产业 无论是从大到小 甚至到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浪潮去因应的部分 那所以也是希望说在未来这个中卫中心会持续的去找寻更多的数位解决的方案 然后去带领各个产业去面对整个数位转型的浪潮 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杨总监到我们这边 谢谢 谢谢刀才 谢谢